学生明天就要出关了 那么立院一场要恢复的话 这费用上千万到底要谁负责 有部分声浪指出 不该由全民买单 而今天上午 王金平有最新说法 你跟他讨论过吗 这个我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前天怎么会说 你的方向跟他是一样 那真的你的方向是一样吗 这个我不便再多做说明 我希望这个事情 很和平的落幕就好 所以立院修复就是会有人捐钱 就不会动用到预备金之类的 不会不会动用到公款 预备金是公款之中的一部分 所以不会用到 不会 好我们可以听到 王金平院长已经保证了 这一回要修缮一场的费用 可能是高达上千万 但绝对不会动用到公款 因为有很多商界的匿名捐款 一定会把这个立院修缮到好 不过今天周开的爆料指出说 这次学运可以和平退场的关键 是因为王金平在背后 有郭董的帮忙 因此也有人问说 这次的立院修缮费用 是不是全部都是郭台铭 赞助的 但是呢 王金平不愿意在正面回应 只强调学运可以和平落幕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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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